北海岸地区因为拥有两座核电厂的地区特殊性 为了要培养平时民众的核灾应变能力 市府消防局每年都会定时在临近核电厂 八公里处的礼办公室 主理的办理核灾避难的演练 就是希望未来若是真的发生核灾事故时 地方的民众有着日常生活中培养出的应变能力 平安的度过灾难 我们在这里危险的地方 我们来说提高尽节 所以说今天我们做一个路口 我们的核子事故的主理 我们来做一个宣导 那怎么来疏散 白年是怎么疏散 当然我们希望继续在我们有生日来 继续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当然这是我们的希望 但是我们就要经常提高尽节 希望因为我们躲在这里 大家要提高尽节 今天的演练现场聚集了三支区 冒长元山以及恒山里三个里的里名 有专业的讲师先行讲述灾害发生时 该如何避难之后 就要进行实际的演练 在警车与消防车的广播宣导之下 演练揭开了序幕 而里长的点片发放 还有卫生所人员告知如何服用的方式 利用逼争的剧情让避难观念深植于民众的心中 这个核在这个演练队 我们要给我们躲在这里的人 我们要给了解一些 他给我们纳维 给我们围队八公里 所以我们组合 这是我们的管理 我们要了解 给了解一些 对我们来说不错 希望 这些人 有些人住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要说有发生这件事 叫大家来这里 看来来听 开始对乡亲有一点的帮助 这就有一个概念 不然大家都不知道 时间不走都好 不然走都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 刚才我有看 电视盘的 稍微有意思 要少许去收一些 合会后要放这 发电箱也要到我们这里 你知道我们最大的威複 尤其是你现在从北京来 一个背来 全对我们这边来 住民所在地 电队还比较没关系 那些人都过来 全对我们三支外 所以我感觉 我们相反的中官 跟我们的政府 要对我们这里在地 要更重视 在今天三个里的 联合防災演练当中 各里里长表示 与核电厂为邻居 拥有逃生避难的知识 是居民必备的技能 而里长们也呼吁 核电厂应该要多多重视 当地民众的权益 不论是出协金 或是活动资源的益助 期盼电厂都能够 多多为邻里来服务 听见里民的声音 以及需求 记者廖平函 三支采访报导